第三百六十八集 希望 看着无比害人的李火望 白灵苗浅笑着靠在她的怀里 换了一个舒服的角度轻轻地蹭了蹭 看把你给吓的 赶紧躺下吧 我慢慢解释给你听 李火望紧绷地身体松懈下来 然而此刻她的心却纠在一起 面前的白灵苗究竟是大神还是二神呢 这一点肯定要弄清楚 这将决定接下来自己要怎么做 白灵苗迷上眼睛想了想 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快点说 实在不知道如何跟你说起 那种感觉难以用寻常话语来解释 那你就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越简单越好 听到这话 白灵苗仔细想了想后再缓缓开口 火望啊 你知道人身上有什么吗 又或者说 人是用什么东西拼成的吗 这话不由得让黎火望皱起眉头 他不知道对方在说着狗屁不通的话 到底是解释什么 哎呀火望 你猜一猜吗 猜一猜 白灵苗刻意地撒娇举动 让黎火望很不适应 过去的白灵苗从来不会这么做 肉体翻餐 白灵苗微微摇了摇头 怎么说呢 如果硬要说的话 人是由实情八苦组成的 实情是喜怒悲 贪春痴 聚爱物 八苦是生老病死 愿赠慧 肉别离 求不得 五蕴盛 每个人身上的实情八苦 有的人多 有的人少 可总归都是有的 不管什么人 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引起的 黎火望心中微动 这一套是谁告诉你的 仙家 你着什么急啊 听我爸爸说完 白灵苗很是不满地 瞪了黎火望一眼 继续接着说 当人用不到一些实情八苦 他们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藏起来了 寻常地藏起来 也就藏起来吧 但是跳大神的不同 跳大神的 一般有两面 一个大神 一个二神 黎火望默默地看着 一左一右两个女子 继续等待着白灵苗 接着往下说 我们虽然共用八苦 但是实情却是分开的 当初仙家就是用我那些藏起来的实情 再加上一些他们的灵散东西 最终混成二神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人 虽然记忆方面有些不同 但是我们确实都是白灵苗 只是因为煞气的原因 我把喜怒称武他用多了 那他自然就没得用了 过去的白灵鸟 喜怒称武他用的不多 那这些自然就被二神用了 黎火望看着面前 近在咫尺的面孔 脑子很乱很乱 这些都是他第一次听说的东西 这是谁告诉你的 仙家 别太信他们 兴许他们是骗你的 你这话说的 仙家又不是作妄道 他拿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 来骗你 一点都不好玩 说这话的是红忠 当他出现的瞬间 黎火望下意识地 用被子把白灵鸟的身体 裹了起来 黎火望迟疑地向着他问 这所谓的十千八苦 你也知道 多新鲜啊 烂的街的东西 你不是躲在了尖天丝吗 你随便多找几个人问问 不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来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了 黎火望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这所谓的十情八苦 之前罗教有原因那小子 好像说过这些 只是我没有留意 黎火望记得他的修仙理念 似乎是要断去一切十情八苦 成为那唯一的一 所以啊 猴王 你这下明白了吗 我身上 无非就是喜怒称物 贪多了一点 可白灵鸟还是白灵鸟 而且这样的白灵鸟 更加的自在 更加的舒坦 不对 原来的那个 才是我认识的白灵鸟 听到这话 白灵鸟一点都不激动 直接用手一指旁边的二神 那他不就是了 那个唯唯懦懦 毫无主见 转弱的白灵鸟 黎火望抬起头来 看向二神 当他看到那巨大 兽童中间的楚楚可怜 那熟悉又陌生的眼神 双手不由自主地伸过去 把对方轻轻地抱在怀里 行 那你们忙 我给你们疼地方 穿好杜兜跟泻裤 白灵鸟掀开床帘 离开了 黎火望把脸轻轻地贴过去 感受着冰冷的蛇鳞 还有尖锐的刺猬刺 划过自己皮肤的感觉 你放心 我会让你变回来的 我保证 黎火望的话斩钉截铁 随后一段时间 黎火望在白灵鸟 还有二神的照顾下 身体逐渐恢复 而且他的心情 也一天比一天不安起来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迹象没有任何消息 不由得让黎火望 担心对方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又是一天天没亮 黎火望就醒了过来 当他撑着床板坐起来的时候 一只柔软的小脚 用力蹬在他的身上 你真烦死了 又被你吵醒了 黎火望早已经习惯了 掀开被子 起床又迅速把被子盖好 免得把热气给弄跑了 他打开窗户 直接翻身上把 紧接着 用手在自己的腹部拍了拍 然后掏出一本启蒙书 开始读了起来 一根触手 缠着双瞳眼球 从肚气耳中钻了出来 靠在书前 仔细地看了起来 听着耳边 那跟自己诵读声 完全重叠的声音 黎火望也明白 这本书的任务 差不多也完成了 自己该找别的东西 交理碎了 只是要教什么的选择 犯了难 以他的水平 也就只能教教李碎 启蒙书 再高一些的 那些晦涩难懂的 文言文书籍 他是真不知道怎么教 要不干就算了 又不打算让他考状了 他现在话说的 还算利索 而且跟我的关系 也比较融洽 已经达到了 我此前确定的目的 爹 我想学这个 李碎把一张 将黄纸用触手 卷到李火望的面前 你想学画符 不说能不能用 可一想到 蠕动的触手怪物 画符做法的样子 这一幕 怎么想怎么怪 就在李火望 犹豫要不要试试的时候 一道黑影 从空中一晃而过 等李火望 刚一抬头 一落书信 从天而降 这是 李火望的心 碰碰直跳 当他迅速打开 当看到开头的 R9抬剑时 李火望的瞳孔 瞬间缩到了 几小 这是迹象约定 给我的东西 李火望激动不已 逐字逐句地看着 他不断地寻找 北风这两个字 找着找着 忽然李火望 停了下来 他呼吸开始 异常急促 手掌出汗 此言平以别 二君有余 从尖天寺内 记录的内容来看 这作妄道的北风 跟自己一样 都是新宿 也正是因为 他是新宿 所以他才能用 心中的迷惘 冲散着随着年龄 而增加的执念 最终活到一百九十四岁 不单单如此 根据尖天寺 跟他打了这么长时间 的交道来看 北风真的有 可以摆脱幻觉的办法 在这一刻 李火望激动的热泪盈眶 这一路上千辛万苦 走了过来 在这一刻 他终于感觉到希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